日月聚焦,新作话题 嗨,大家好,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请大家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做好节目的动力 相较于1月跟2月 3月份我们将会看到希望的曙光 怎么说呢 我们打个比方好了 大家都打过麻将或是牌吧 3月20号之前 我们好像处于一种洗牌 摸牌的状况 看起来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其实人人有机会 但是个个没把握 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讲一下星象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在20号之前 太阳、金星、海王星 都在双鱼座 4号开始 火星也进入双子座 16号开始 水星更进入双鱼座 听到了没有 双鱼、双子都是变动星座 这么多星在变动星座 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变动星座 变动星座它的特色在于 一星多用 而且见风转舵 无法持久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们跟外在环境或人与人之间 就好像打麻将的上家跟下家 互相猜测 互相较劲 虚张声势 各书各话 那么这段期间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我们可以探寻各种可能的选择 比方说你想换工作 你想换男女朋友 你想换一个环境 但是呢 它有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这段期间啊 可能很多人会脚踏两条船哦 而且呢 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像丑闻啊 桃色纠纷啊 或诈骗的事情出现 大家呢 可等睁亮眼睛 但是我们到了3月20号春分以后就不同了 整个大环境的磁场啊 就转变了 好像我们最后打麻将士要听牌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太阳跟金星进入火象星座的母羊座 而火星木星土星早就在风上星座 这火元素跟风元素的一结合啊 就很像鬼灭之刃里面啊 每一个主角都一定要有很棒的气功 但是还要再加上一个很锋利的什么呢 刀子武器 这样呢 能够让他们更有能力 去克服问题 解决很可怕的恶鬼 或者是开创更美好的人生 各位 真正希望的时刻就在3月20号春分之后了 如果顺利的话 也许29号左右呢 我们就会听到很重要的消息 或者是很棒的结果出现 带领我们看向更长远的未来 来聊聊聊个别新座吧 大家一定很关心过完年后的职场对不对 这个月啊金牛座双子座跟巨蟹座的朋友呢最有表现空间 最近呢 其实很多金牛座的朋友啊都来跟我诉苦啊 别担心 这个月就是金牛座朋友苦尽甘来的时候了 现在你们的成果开始丰收咯 所以啊我会鼓励金牛座朋友 这个月呢好好的表现漂亮的结尾 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行销自己 适时呢让别人看到你 跟老板争取一些更好的资源 那么在2月份经历惨淡水逆的双子座啊 这个月也开始感觉 哎头脑比较清醒了耶 而且有广结善缘的好处哦 更重要的是啊 这个月双子座呢 一马心动 所以很容易有出差啊 旅行啊 或是换工作换部门的好机会 可以把握 最后呢是巨蟹座 巨蟹座你会不会觉得啊 前两个月啊 你好像在雪睡里开车 永远看不到镜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山洞 这个月啊 你可以慢慢感受到 穴道的镜头到了 或者是你至少看到一个标志是 还有几公里可以出山洞好吗 所以巨蟹座朋友这个月再加一把劲哦 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更关心的 人际关心跟爱情 在3月20号之前 太阳跟金星呢 来到了双鱼座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的上升或太阳 在土相跟水相的朋友 都蛮好运的 但是特别的前三名是谁呢 是双鱼 处女 跟天蝎座 这三个星座呢 特别容易桃花朵朵开 而且啊 有利于 谈新的恋情 认识新的朋友 发展新的关系 比较小心的是啊 双鱼跟天蝎呢 可能要处理啊 那种歹系脱棚的关系里 一些纠纷 或是金钱的议题 或是感情的这个分手跟选择 要比较小心 而处理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 比较容易受到上司啊 长辈啊 的一些干扰 当然 你在工作环境里 有桃花 只是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你得要睁大眼睛 好好选择 到了20号之后 太阳跟金星 进入了母羊座 现在啊 换一个族群了 上身 太阳 再 火象跟风象的朋友 你们可以欢呼了 好不好 耶 这个时候啊 特别是母羊座 天秤座 士座 还有射手座的朋友 你们呢 很容易传出啊 恋爱 结婚 怀孕生子的好消息哦 更重要的是 这么好的人际 磁场里面啊 往往会衍生出来 很多合作 创业的机会 你可以多多留意 最后 我们来谈谈财运吧 等等等等等 摩羯座 水瓶座 恭喜你们啊 这个月呢 财神最眷顾你们了 好不好 自己要用的钞票 自己印 OK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摩羯座呢 会花一些时间 跟金钱在 享受生活 吃喝玩乐 但是水瓶座不一样 你会想要把钱拿去 钱滚钱 利滚利 投资自己 投资产品 投资创业 投资小孩 或是投资股市 债市 会有一点 跟摩羯座不一样 你比较有 生意头脑 讲完了三月的运势之后呢 大家是不是 等不及的感觉 都很希望可以开始 为三月份做努力呢 没错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 人间三月天 我是苏菲亚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帮我们开启 订阅小铃铛哦 我们下个月再见